四乘四驾车千人开万人踹 这一种车你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不厚道 给自己添这么大的赌买这么一台车回来 四乘四驾车如果说这台车是个热门车型 恰好又在一线城市 每天服务于四乘四驾客户十足以上 你切记这台车基本上开猫痒的了 每次零到一百的极限加速 每次一百到零的极限刹车 那刹车踏板都让人快踩弯了 那油门踏板都让人踩的 脚子头都得青筋抱齐踩的 你就想这种车能有好吗 人家跑十万公里二十万公里 甚至三十万公里的车都没遭受过这么多罪 你说非得把这种遭罪的车拿回来 给自己当一个私家车开 那你这车不倒灶吗 家人们太阳人疲惫了 不如说四乘四驾车不好 而是你再看看那四乘四驾车 它的价格基本上也就能让你省个税之外 一点点的一个车价吧 它能合适吗 左右都钱你都花了 你离新车就差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的车价 你非得给自己整个这么个倒灶车吗 家人们 所以说有的时候咱买新车 或者是考虑在这个准新车的时候 一定要想清楚 你甚至一些个准新的私家车 二手的买回来都没有四乘四驾车匹配 好吧 兄弟们 一定要想好了再入手 你可以换个角度 你想一下 你去乡亲 你得找一个正常早九晚五 早上八点上班 下午四五点下班 你说你非得早那晚上九点上班 后半夜五点下班 你为什么对自己这么苛刻呢 你带自己怎么就这样 就是让人难以接受呢 你脑回路根本就是让人琢磨不透 好不好 四乘四驾车兄弟们 我这辈子不可能碰 我怕带真菌 好吧 同意的点赞 谢谢大家